第二发剑炮即将发射 博人忽然私得一击 他闯入掉塔空之室 用钩子将剑炮的炮口勾向要塞 天马想叫手下们停止发射 却被神月和川木给捂住了嘴 随着一声轰然巨响 整座海上要塞都被炸毁了 主角团趁乱逃之夭夭 气得天马牙都快咬碎了 众人逃回运输船 可怜老船长搭上一艘船 博人承诺说 等他回去工费报销 直接给老头送一艘新船 运输船朝着乌影村开去 周护方并没有派出追兵 众人都以为高枕无忧 不料第二天醒来 发现老船长被人用炖气砍死了 博老爷这波顿时变成了虚空记账 装完毕不用给钱 他哭得最伤心 老船长你死得好惨啊 回头铁搜纸船烧给你 大家已清点人数 发现飓风躲在小黑屋里 擦洗斧头上的血迹 他立即成了嫌疑最大的人 岩部本来就很敌是吉祥三宝 这下立即炸了 沈月 文旦和舌梅都袒护飓风 双方吵着吵着差点打起来 虽然主角团有意压下船长的死讯 但不知为何 消息还是在船上传开了 众人分头在船上搜查 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后来电器找来了一位目击证人 大叔说周护族人都会在脸上刺青 众人便逼迫飓风摘下面罩 飓风死活不肯 还为此发了狂乱套 岩部和川木追上去 险遭袭击 川木画笔为刃 直接一刀砍了飓风 马不把尸体一蒙 这下全船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等众人散后 那名指证飓风的大叔忽然倒下 一名能够化为水的周护兵 从大叔尸体中钻出来 他故意栽赃陷害 就是为了得到飓风的强健躯体 以便杀光船上的人 不料 飓风忽然炸尸 主角团也露面关门打拱 多亏川木想出的苦肉鸡 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 周护兵化身为水 企图做困兽之斗 却被伯仁的雷顿克制 他穿墙逃进动力炉 企图破坏运输船的核心 舍美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的线能够缝住查克拉 叶太花的身体也休想挣脱 周护兵发扬个人英雄主义 为了妨碍主角团直接豁出了命 用蛮力挣脱线网 跳进动力炉自爆了 运输船失去动力 这下伯仁一伙都被困在了海上 伯仁在甲板上打瞌睡 落进了海里 恍惚间 看到一只长着鱼脯的手 将它捞了起来 他再一睁眼 发现自己躺在甲板上 众人都说他是中暑晕倒了 没见他落水 伯仁正在疑惑 忽然看见远处有一艘快船赶来 船上有一老一少 老头是水之国最牛掰的船公公头 少年是老头的关门弟子 名叫竹筏 他们热情地邀请众人 到修船岛上做客 顺便 船公们可以帮忙修好运输船 伯仁一直对落海事故耿耿于怀 认为竹筏就是那个唠涛的人鱼 竹筏赶紧摊开双手 以示清白 登岛后 主角团各自分散行动 四月将兴趣转向了船目 当起了他的小尾巴 这家伙 怕不是在琢磨 穿飞有何腰法 离得伯仁变心 两位爱飞争风吃醋 反倒给了伯老爷寻新欢的机会 为了修船 伯仁跟着竹筏 去领导上运材料 他们乘坐着竹筏制造的处女号 一路扬帆起航 闯过恶水狂涛 途中 他们遇到一艘狮士船 为了救人 竹筏竟然跳进了 风暴肆虐的海中 伯仁忽然发现 竹筏的手上 长出了鱼谱 顿时又惊又喜 说你牙是人鱼 还不承认 竹筏说我真不是人鱼 这算是家族遗传性变异 因为担心别人会害怕它 所以竹筏一直隐藏自己 伯仁才不害怕你 反而觉得很酷 竹筏感动坏了 千金难买一只鹰 于是对伯仁好感倍增 两人同舟共计 扛过了大风暴 最终顺利将修船材料 运回了修船岛 经历了这一劫后 两人在夕阳下交心 如发说 他在家里没有立足之地 只有姐姐真心对他好 后来 他在姐姐的帮助下 离家出走来这里学造船 他梦想着造出最好的船 开着他环游世界 去结交形形色色的人 另一边 由于水之国强行推进东云计划 激起了许多保守派的不满 荒海的回归 人民纷纷响应 要造水之国的反 乌尹村的军队和周护一族 在海上对立 荒海的女儿清炼 奉鸣气息 沿途杀了不少枪头草 路过造船岛时 清炼决定 拜访他那愚蠢的欧豆豆 当晚 吉祥三宝偷偷开小会 舍妹觉得他们这次救了人质 上面肯定会大家奖赏 减他个十七八年 最好给他们来个当场释放 文旦笑他太天真 他对减刑的事 并不抱太大希望 将要破晓时 清炼终于找到了竹法 劝他回家帮忙打仗 清炼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外表懦弱的弟弟 可是家族的天选之子 海龙之力的继承者 只不过 竹法的能力 只在那场陷阱仪式中 觉醒过一次 往后就一直没生了 周护一族崇尚战斗 竹法却不喜欢厮杀 以心想当个造船将 大家都认为竹法 在逃避自己的责任 所以无法再次觉醒 于是想尽办法逼他 竹法被父亲关进避室 是姐姐放走了他 他以为姐姐认同自己的梦想 结果清炼一把揪住他大骂 说老娘放你出来 是想让你在外面 尝尝民间疾苦 期待你能够回头试案 结果你他妈的 还自我感动上了 清炼让竹法塑下决心 今晚跟他一起回去 临走前 清炼和伯仁擦肩而过 他立即起了一个 作死的念头 杀了弟弟的朋友 让弟弟死心塌地地跟他走 镜头一转 神月向上面 汇报了文旦三人的表现 水影的回信 却只批准减刑三年 舍梅偷听到这一消息 心态顿时扎冷 三年 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他们累死累活 结果就这 他回去告诉小伙伴们 文旦和飓风 早就有了心理预期 所以也没多大反应 舍梅不肯善罢甘休 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神月在逃跑 以后当个逃犯 也被回去蹲十几年牢要好 神月和飓风都不想帮他 舍梅一气之下决定自己单干 夜晚很快再次降临 清炼调遣州护兵 开始夜行修传导 舍梅偷偷溜进神月的宿舍捅人 结果神月早就防了一手 神月解释说 他已经向上级反应 请求增加舍梅等人的减刑年数 舍梅现在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撂下狠话就跳窗桃了 神月现在也没功夫追他 巫人和周护军已经交战 上面调他回去支援 战争的阴霾笼罩着木叶众人 伯人觉得这时候走人太不仗义 想帮神月一把 但战争不是儿戏 为了一时义气 到头来送了大伙的命 岂不是要掀起第五次忍戒大战 伯人独自出去吹风 想清醒清醒头脑 这时候变故出现了 青练的手下大将周虫 人称小奇拉比 召唤出一大群吸血痣 被这些虫子吸血的人 都被控制了身体 开始互相残杀 青练找上了伯人 把ADC当成了上单位 追着伯人的屁股乱射 在小树林里斗得不亦乐乎 伯人的伙伴们 已经从吸血虫的突袭中反应过来 神月抵住周虫 岩不赶去船屋保护御书船 梅塔鲁四处锁敌 正撞见蛇眉 也学着英雄救美 神月打到周虫后 钻进小树林赶去支援伯人 伯人这时疲于躲避剑势 这一幕会有凝刺 战鬼通玩的即视感 不管伯人躲到哪里 青练都能通过声音 锁定他的位置 可以说简无虚发 危机时刻 屏幕碟从天而降 帮伯人挡下了致命一剑 两人暂时撤退 神月将青练的能力情报 解释给了伯人听 并迅速制定了战术 神月用屏幕碟当盾牌 在正面吸引火力 伯人负责绕后偷袭 两人的计划很美好 却没料到 青练可以改变 箭矢的一栋轨迹 青练故意避开了 神月的要害 好引诱伯人现身吃剑 其实伯人想躲也没处躲 他在阴波雷大下 无处遁兴 青练纯粹就是想玩弄他 伯人心一横 马的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 青练瞄着 却被雷声干扰了 伯人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意识到 这正是他们反击的大好时机 神月又去当伯尔 骗青练出剑 伯人趁机从侧翼突袭 眼看就要近身 却被青练一脚踢落下去 去死吧 玄武伯人 青练张弓搭剑还未射出 伯尔神月又从一侧逼近 鲁灰屏幕碟将青练斩落 周崇赶到现场 见青练被斩顿时发起了矿 他还收拾出水针币 攻向伯人